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美国参议员表示 国会无法支持向土耳其出售价值200亿美元的F-16战斗机 除非安卡拉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俄罗斯去年打击乌克兰后 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 但遭到土耳其的反对 此后两国一直在寻求土耳其的支持 安卡拉尤其希望赫尔兴基和斯德哥尔摩 对库尔德工人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土耳其和欧盟认为 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 瑞典和芬兰还有土耳其这三个国家 在马德里就加入北约事宜达成共识 但安卡拉上个月暂停了会谈 此前 极右翼者在安卡拉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前焚烧古兰京 29名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 在至拜登总统的信中表示 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正在做出充分且真诚的努力 以满足土耳其提出的同意两国加入北约的条件 但安卡拉表示 瑞典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议员们在信中写道 一旦土耳其批准加入北约的议定书 国会可以考虑出售F16战斗机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对这笔悬而未决的军售交易将会存在质疑 这是国会首次明确和直接将向安卡拉出售F16战机 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事宜联系起来 拜登政府一再强调支持该军售案 并拒绝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 但承认 土耳其批准两国加入北约将有助于国会批准向其出售战斗机 土耳其表示 他可能会首先同意芬兰加入北约 然后再考虑瑞典加入事宜 但芬兰总统和外交部长拒绝了这一想法 称每个国家的安全都取决于对方 在北约的30个成员国中 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批准这两个国家的成员资格 土耳其订购了40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F16战斗机 和近80套现有战机的现代化装备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伍什奥鲁访问华盛顿时表示 北约成员资格问题不应成为出售的先决条件 并敦促拜登政府说服国会批准该军售案 国会可以阻止向国外出售武器 但从未在两院获得克服总统否决权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